日本鬼子想赎走这把军刀,却被我们严厉拒绝,只因刀上这九个字,罪孽深重,点击,可以关注我。 14年的清华战争中,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不仅先后占领了我国不少领土,而且还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事件,这种恶行实在让人无法原谅。 1945年,日本选择无条件投降,同时也代表着二战的胜利,当时我国从日军手中没收了全部的武器装备,其中包括大量的军刀。 对于日本人而言,军刀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身份,越高,他们所佩戴的军刀也就越宝贵。 由此可以得知军刀,对于日军军官们的重要性日本投降后,我国打算将俘虏们全都送回国,但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而原因很简单,就是不归还军刀就不会离开这样的话语。 对我国而言,自然没有什么威胁的作用,当即就放话给他们按回不回。 反正军刀,别想拿走软磨硬炮的方法不行,日本军方便想用百万的高价赎走,依旧没有得到我国的同意,毕竟这些都是日军侵华的政务,是要被妥善保管的他们属于全国人民,谁都没有这个权利,归回,给日本所以即使出再高的价格军刀也没办法赎走。 另外,我国之所以不归还军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,当时我军士兵在整理没收的军刀时,却发现其中一把格外特别不紧刀面上的花纹,很精致而且刀屏触,还刻着几个汉字。 起初我军士兵,并没有太在意,心想,可能只是几个普通的日文而已,但后来才发现日军想高价赎走的军刀正是这一把,而他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指挥官的配刀,也怪不得日本一心想要得到呢。 距离二战结束已经七十多年了,这把指挥刀也早已经秀气斑斑了,但通过照片,我们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几个汉字上面,明明白白地写着南京一亿杀107人意思很明显。 这无疑代表着指挥官在大屠杀一战中,杀死了107名中国人,其中或许有无辜的孩子,妇女,老人也可能有誓死抵抗,不愿虚服的士兵,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这把军刀,弹死在了日军指挥官的手上。 这把军刀对于我国来说,意义更加重要,它不仅代表着我国抗战的胜利,而且还证明中华儿女终于站起来了,不会再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进攻,如今的中国越来越强大,军事实力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,虽然中日早就正常建交了,但那段历史依旧映刻在了亿万国人的心中,无法抹除掉来自网络W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